產生這兩個串列 這個叫串列A,這個叫串列B 串列A我剛剛講過 我可以用自己打上去 那你說老師我要用程式產生也可以 只是比較麻煩 那我們暫時先不講 我們先來接下來產生這一個 那如果你要計算數量的話 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算的是這個標籤 一定是年的部分 而且是民國年 那假設說你今天 你抓的是哪個欄位呢 你假設抓的是這個發生日期的欄位的話 那你一筆一定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完整的年月日 所以一樣你要先取得什麼 前三個字就好了 當然如果在Excel裡面可以用Left 可是在Python不能用Left 因為Python沒有Left這個函數 那怎麼辦呢 還記得吧 中國阿弧 有沒有 第幾個 他不是從第一個字從零開始 所以零冒號多少 因為零一二嘛 所以後面加零冒號三 就是取得有沒有 他的那個前三個字 OK 所以我們來寫這個程式 所以請你把這個 剛剛取得的這個 零冒號五 指的是五個欄位 但其實我不用啊 我只要第三個欄位就好了 所以第三個欄位的話 這邊我不打 輸入二就可以了 二直接執行 那你會看到 二輸出結果 就會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年月日 年的話是民國年 然後月日 那你說老師 我只要年怎麼辦 很簡單 剛剛我不是講的 中國阿弧 零 零的話是第一個字 零號到哪個字停下來 零一二嘛 所以三停下來 因為這個意思就是 我要前三個字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只要民國年的部份的話 那就是在這邊加一個這個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 所以目前的話呢 那這個就會把 三千多個的民國年都列出來了 OK 那我也要去算它嘛 所以我要怎麼算它呢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可以在這個負荷圈上面 再加一個list 這個叫list1好了 等於空的先抓 然後呢我把 剛剛的這些資料 全部都放list1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要算嘛 count的話 那我一定要先丟進去 一個串列 所以我丟在一個list1好了 所以上面先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那這邊的話就利用這個list1裡面的append 再把什麼 再把剛剛的這個資料 產生的這個資料有沒有 把它通通丟進去 所以這個list1裡面的話呢 那就會 假設了我這個意思就是 把它全部通通丟進去 所以你把它print的話 那這個list1裡面呢 就會放的是 就是所有的 有沒有 這個 仔細一下 你會發現 append 把這個資料 通通append進去 那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然的話我把這邊先重新再寫一次 寫錄的話記得喔 就是讓len 這個地方總數要-1啦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會多 因為有這個問題 因為一樣的道理嘛 就是因為我split的時候 是抓那個換行的位置 那因為換行的時候 你最後一個換行 你一切的時候呢 前面是有資料的 但是後面是沒資料的 所以會變多一個後面沒資料的 這個 也把它寫到 那個 我們的最後一筆啦 所以會多一個最後一筆是空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也是滿常遇到的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再加一個len 然後-1 把最後一筆不要寫進去 那我把它重新再寫錄看看 重新再執行一下 那我這邊 重新再 把它重跑應該就OK了 這邊把它重新跑一下 我理論上就可以建一個list 1 然後這個list1裡面的話 其實就只有放什麼 放它所有的那個 就是民國年 所以這個表裡面的話 這個篡列裡面其實就是 所有民國年的資料在裡面 那如果我要算它到底 104年有幾個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利用count方法就可以 所以喔 為什麼需要多一個list1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用那個list1 它裡面有個方法 篡列裡面有個方法 叫count count的話那我就直接把裡面加上104好了 其實喔如果這樣 list1裡面我算一下喔 這個104有幾個的話 那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多少 687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105的話 再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會出現多少 665 OK 所以這個串略我的這個不要輸出 所以以此類推啦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 每一年的數字的話 那我直接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回圈 然後呢 每一個就丟一個丟一個 它就幫我把 所有每一年的那個數字都算完了 那應該怎麼做 執行一下 104 對 這邊就687嘛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在底下 就在做一個統計 這邊的話 第二 那我做什麼呢 把它做個統計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百版的第七頁這邊 然後 雲端其實也有放 然後我只有加一個什麼 我就手動加一個list A 然後呢 分別裡面放104 到112 手動 然後呢 這個是list A 對不對 然後list B 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去做統計 所以我就是 for i in range 一樣 0到lena 指的就是上面這8年 應該就0到7吧 8年 然後呢 底下就是 透過list B Append裡面 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把list E 裡面計算到的 結果數量 那哪一年的計算呢 就是 104先抓個i i先0 0的話104放進去 Count一下 算完的結果 剛剛是687嘛 把它存在list B裡面 然後再來105 算完之後 也要放在list B裡面 所以有8 所以等於是算8次 然後算完之後呢 list B裡面就是有數量 所以A是年 B是數量 那剛剛好 所以printl 所以這個執行結果 看一下結果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如果執行結果 你可以看到 下方呢 如果這個 串列 就是104到112 底下的話呢 就是它的數量的話 那OK的 恭喜你達標了 OK 所以喔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要畫圖 畫圖 一樣 只能給串列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給串列 不行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啦 Python裡面都是用串列嘛 所以你不會串列 你根本 沒辦法做事 OK喔 所以我們要這兩個串列之後 你再丟給 可以有一個套件 專門畫圖的 叫MatePrilep 很簡單丟給它馬上畫出來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要畫喔 這兩個串列完成之後 只要底下這三行 Knrc有沒有 你直接貼到底下 直接執行 圖就畫出來了 OK 但是底下一樣會出現一個問題 應該看得懂吧 底下會出現什麼 Normodule有沒有 Name的這個MatePrilep 因為沒裝啦 所以等一下 一樣 要先把畫圖的套件 裝起來 OK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好待會兒我們再來裝那個 套件喔 然後 就可以開始 就可以把圖畫出來喔 OK OK